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着重的是基督教信仰方法 我们知道在过往的两个讲座 亦是探讨过忧虑无可避免 如果看回过往的探讨 我们可以归纳出忧虑有属性和属灵方面的忧虑 我们过去主要是探讨属性的忧虑 今天我们来看看属灵都有忧虑 可能跟我们印象中有点不同 我们觉得属灵的就不应该有忧虑 这个不是说这个属灵的忧虑 它不是说一个人是否属灵 它有没有忧虑的意思 而是有关的忧虑是在属灵的层面 在属灵的层面一些的来到是忧虑 我们首先看看生活忧虑的有普遍性 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处于疫情的当中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忧虑 因为这个疫情真是闻所未闻 我们没有经验去面对 处于一个这样的状况 所以生活忧虑 我想这几个月我们都深切地有这个体会 亦都让我们看到生活的忧虑有两方面 第一方面有紧急性 第二方面它有持续性 比如紧急性就是好像这几天 就是美国抗议有暴乱 如果我们去很多商场 或者去滑浮 好像我去加油站 你看到Cassel Valley的加油站 我平时加开也都是钉了这个木板 所有的玻璃窗封了 周围的店铺也是 特别滑浮 如果你有机会去 你都会看到这个现象很普遍 这是一个紧急性 令到我们有紧急性的忧虑 现在当时我们有宵禁 如果这段时间你看到 8点之后 我们社区本来很繁忙 大家现在看到 基本上没有车了 因为宵禁 这些动乱 暴动 或者抢劫 这些人打劫 它引起我们有紧急性的焦虑 这种焦虑 其实如果是经过一轮 我想很快 我估计就一两个星期 或者平息了之后 我们发觉这种紧急性的忧虑 就消失了 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紧急性的 除了这个事件 我们发觉 除了这个事件的落幕 这个就会消退 但我们生活中 其实也有一些 持续性的忧虑 这种忧虑 其实就不是说 来得那么急 它是慢慢的来到侵蚀我们的 比如一些我们的慢性的疾病 比如我们对过去一些事情 感到有罪咎 或者觉得很孤独 这些其实好像不是很紧急性 也不是很强烈的 但是它是持续很久很久 以至我们在当中 因为我们不懂得如何处理的时候 它会慢慢来侵蚀 所以我们有很多这种经验 另一方面就是 我们刚才提到 宿灵的忧虑 宿灵的忧虑 原来宿灵的层面 是为了一些属神的 差不多是时工 而是忧虑 比如一个例子就是 新若保罗 他说 他自己很多的忧虑 为了教会的忧虑 为了未得救的人的忧虑 他甚至说过 为我弟兄骨肉之亲 我曾经自己被诅咒 真是与基督分离也圆 而依供我的犹太的弟兄能够得救 这是一种忧虑 这种忧虑不是因为罪产生的 而是因为爱人的缘故 产生的忧虑 旧约 比如阿伯拉罕 他神夫召他 离开吾尔的时候 去到一些陌生的地方 去到时候都不知道在哪里 其实阿伯拉罕是不容易的 过程中亦有很多忧虑創世计划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原来有些忧虑生活 在属灵层面的忧虑 为神的事工的忧虑 这种忧虑可以由一种高尚的道德 或者品格 一种宗教的情愫而引致 这种忧虑 在神学上的时候 会说到神性的忧虑 其实是属灵层面 无论是属世和属灵 他告诉我们 其实是生活的忧虑 无论是紧急的 无论是持续的 他都不可避免的 有这个方面 这个人已经说了 大有忧愁就是忧虑 很久人已经说了 是一种为了人得救 为了人教会的忧虑 又提到基督教信仰如何帮助人 基本上有三点 今天讲我们会有三种 是必须同时使用 缺一不可 这个很重要 稍后讲一讲哪些三种方法 来能够帮助人 但是你不能够用一种或者两种 你要一齐同时用三种 这个很重要 第一是相信 依靠耶稣的应许是真实的 这是一个基石基础 第二是相信耶稣为你的安排和供应是最好的 觉得刺好或者觉得不好 就算你相信耶稣的应许是真实 也不能够帮助你 因为你不相信第二点 第三点 就是相信耶稣愿意帮助信心愿弱的人 这是第三点 这三点方法必须同时使用 这三点方法必须同时使用 我们现在就下去 逐点去看看 这三种使用方法 如何帮助人在生活忧虑里里面 第一我们就要相信 依靠耶稣的应许是真实的 那 什么是相信依靠耶稣的应许是真实的 就是认识到人是有限 并且愿意在神面前来信靠神 这个是全然的仰望 耶稣的照顾和他的应许 我们一生中其实我们不是没有忧虑 而是虽然有忧虑 但是我们可以靠着耶稣能够是一个超越忧虑的人生 不是将忧虑移去 而是我们如何在这个忧虑当中 我们能够活出一个丰盛的生 那神其实是 伺下什么忧虑 来帮助人 克服这个生活的忧虑呢? 有一件事很重要 主耶稣说过 他说 你们不要忧虑 我们很熟悉这句 就是在约翰福音十四章 他说 你们不要忧虑 心里不要忧虑 神也当信我 即是说不信 也都因为我所作的 来信我 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 我就必成就 所以一直是 你们不要忧虑 你们要信神也都信我 就算你不信 也都信我所做的 所以一直说是信 信我 这个是很重要 所以相信 是很重要 稍后我们来说一下 相信 什么是真的相信 真的信心 对神的 我们稍后会来继续 来说的 那我们怎样可以得到 神这个 平安的应许呢? 第一,我们要知道自己是什么 所以我们是什么 我们要谦卑 第一,要谦卑 第二,要祷告 我们要 这两件事很重要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误解了 这两件事是什么 是 因为这两件事 是得到神的平安 那种的应许 其实不是的 这两件事是一个途径 甚至是一个工具 但是真正的是相信 真正的 拿到耶稣的帮助 耶稣一直说是相信 信我 谦卑态度 外面的是祈祷这些做的 只不过因为 相信这件事 是一种表达你的相信 所以 真正能够 使人生活中的忧虑 是相信 我们不要 不认为 这个是 谦卑 祈祷这些 这些都是重要的 但是 内面的基石是相信 所以 法尼赛人 他们也有很多 祈祷 他们也做了很多应该做事 但是他们未必真的相信神 那怎么才是相信神的应许呢 这种相信 不是将这个信心 变成一个 好像一个电灯制开关 一拍就亮 然后你得到你要的东西 因为你的信心很大 其实不是这样的 这种相信 作为一个开关制 当自己的信心 是一种 其实是一种 以自己 人自己的信心 来操控 神的应许 和恩典的心态 也都是一种 不是真心 来依靠相信神 的态度 所以信心大 其实是 一种 操控神 拜偶像的方法 就是 拜偶像的人 抬一只烧猪去 和拿一只鸡去 你常常以为 抬一只烧猪去 得到的 恩典福气 是多些 我们不是这样的 其实是 我们是什么 我们信心的意思 就是说什么 反而是 顺服神 倚靠神 那种 计划和安排 所以有时 你发觉 很多人 你见到 很有信心 对神 也侍奉很多 圣经 很熟 但是 你看到他 因为某一件事 祈祷了很久 他真的觉得自己 很有信心 去祈求 但反而得不到 比如一些疾病 比如一些 亲人的 健康 祈祷了很久 他所爱的人 竟然而世 你发觉他们 不再相信神 发觉神 不听我 应许 那这种是否信心 其实不是 因为这种 没有 顺服神的旨意 没有按照神的计划 去做事 所以提醒我们 提醒我们 这个是 真正的信心 反而是顺服神 不是操控神 是让神 在我们内心掌权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可以帮助到我们 来克服生活的忧虑 存在主义 其实是一直挑战基督教的信仰 他们如何挑战基督教的信仰呢 他们挑战的就是 他们觉得 祈祷很有用 他们觉得世界上所有宗教的祈祷有用 并且它的效果一样 这就是一种挑战 他们觉得 祈祷对你的心理 例如有病祈祷 他就研究很多很多人的祈祷 他发觉是 其实无论其他宗教的祈祷 都对这个医治的疾病是什么 是有果效的 比不祈祷的好 那这个是什么 这是否证了耶稣的应许那种真实性 其他要是全部假的 要是全部真的 他就是一种这样的挑战 挑战基督教的方法 他用这样来挑战 但是我们基督徒 我们知道我们认为 我们相信 神的应许是真的 因为神是真的 神的话语是真的 圣灵透过他简宣的人 默示神的圣经给我们 这个是真的 所以复活是真的 所以我们知道神的应许是真的 所以第一点很重要 就是要相信耶稣的应许是真实的 虽然我们这个世界都有很多 很多人会挑战我们所信的神 那种真实性 很多人的挑战 大家可能都听过 或者是我日常都经历过一些事情 如果你说信耶稣 耶稣是真的 你现在叫他出来给我看看 这是一种挑战 是不是真的 但是真不真 我们知道他是真 但是我们相信他是真 这是最重要的 是不是真 其实对我们个人的影响 对我们克服这个忧虑 就有很大的不同 这是我们所说的 克服忧虑的第一点 就是我们要相信耶稣的应许是真实的 有些人就问了 相信耶稣的应许是真实的 对于我们克服生活的困难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其实很重要的 就是当我们相信 或者依靠耶稣的应许是真实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勇敢地面对 有勇气去面对我们生活中的 这个是很多的忧虑 这个很重要 我们能够有这个勇气去承担这个责任 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的应许能够帮到我们 因为他是真实的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 在当中是一个关键 这是第一点 存在主义 除了我们祈祷那方面 亦都说 基督徒我们 这个很容易你们是违心 因为你们都没有很大的证据 你们就去相信 因为心理作用 这个不是的 这个不是违心 因为这个是 我们相信 这个是确确实实的存在 所以很重要 除了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相信耶稣为你的安排和供应是最好的 不只是相信祂是真的 并且相信祂的安排和供应是最好的 这个很重要 如果我们相信耶稣的应许是真的 但是我们不相信安排和应许是最好的 很多时候我们就不可以真的依靠祂 这个很重要 我们看一下 有一个故事就是新约的拉撒路的复活 拉撒路的复活很明显 我们看到 神的安排是为人的益处 你知道拉撒路病的时候 耶稣知道之后 耶稣是故意来到延迟 来到去到医治拉撒路的复地 医治拉撒路的死 我们很熟悉这个故事 我们知道后来耶稣令拉撒路复活 问题就是 马大和马利亚他们学到什么功课 因为按照主耶稣的做法 他是要马大和马利亚经历很多忧虑 他们现在会受和 他们都很痛苦 在当中 一生人的去世 那 那 谦解耶稣会这样做 其实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安排 就是透过这个经历 他要马大和马利亚得了一些熟灵的益处 这个很重要 熟灵的益处是什么呢? 就是透过他这个故意延迟 以至主耶稣能够行一个更大的实跡 就是死亡 不是终结 死亡 是在耶稣的掌控之中 所以当主耶稣来到村庄的时候 无论马大和马利亚都好像责备主耶稣 他说你早点来就好了 我兄弟不用死了 说了一段时间 你发觉主耶稣是什么? 是他没有道歉 对不起我来迟了 不是这样的 他就说 生命在我 福活也在我 大家就很熟悉这个名句 他是说给马大和马利亚听 其实死亡不是终结 并且他对死亡 是有绝对的掌控权 因为他是神的乙子 这个很重要 因为你要知道 主耶稣行这个神迹 是他就快要上十字架之前行的神迹 亦是教导门徒 亦是教导马大和马利亚 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要接受更大的挑战 更大的优秀 就是比拉撒路更大的优秀 更大的优秀 更大的优秀 是什么? 是主耶稣被订十架 但是他们令到门徒有心理的准备 其实是 所以对马大和马利亚 其实是有宿灵上的教训 和益主的这种优秀 所以主耶稣的安排永远是最好的 你们知道 尽管在人的眼光中 他为什么不 这个是按照人的祈求 或者按照人的时间表而做 这个是 另一方面 就是除了新药的这个例子 旧药也有例子 有这个support这种的说法 就是神的安排供应是最好的 比如旧药中圣经的一些信心为人 你知道旧药中有很多信心为人 其中一个是什么?大家记不记得? 是这个药室 从西基的药室 你知道药室 他十几岁 被这些大佬卖到埃及 你知道做奴隶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 可以说是他带着手疗脚疗 都是货物一般被卖到埃及 如果你看回新药 他说他的手疗脚疗是什么? 是扣到他见骨 有多大的痛苦 其实是 十几岁 就已经被卖去做奴隶 他不单是被卖去做奴隶 因为主母勾引他 而他拒绝这种幽引的时候 他就由爱身恨 他就要这个药室去坐牢 但你发觉药室在人生的低潮 他仍然相信什么? 神对他生命的安排和计划是最好的 尽管他不知道神的计划是什么 其实他不知道为何神要卖了他去埃及做龙帝 更加不知道 他很不容易成为一个管家的时候 以为有出头之地 以为他真的有安安乐乐 人工又不错了 反而成为一个囚犯 死囚 他下了一个死囚的教育 随时生命不保 甚至做奴隶更惨 你发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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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这样呢? 你怎么知道 这个药室是 相信神对他生命安排的计划是最美好的 圣经如何提示我们 你发觉第一,他没有怨言 他不会发很多怨言 他不会自我放弃 不会自我消沉 反而他在监狱 他仍然有很好的态度 有很好的服侍 甚至善长和酒正 甚至善长和酒正 皇帝身边两个人坐牢 他仍然服侍得很好 并且当他们优秀的时候 他也察觉到 你想想 如果药室有很多忧虑的时候 他还怎么会察觉到善长和酒正 你最近好像有些忧虑 可不可以和我分享一下 你知道一个有很大忧虑的人 忧愁的人 他不会察觉到别人的忧虑 一切是以自我为中心 就不会有药室这种反应 所以你知道药室对神母怨言 并且他仍然能够活出他自己的生命 真的很好 以至时间一到的时候 他成为那时候最强大的国家埃及的宰相 并且当这个饥荒来的时候 他有机会拯救他全家 我们知道其实在药室出世之前 或者是神在他生命中 已经有最美好的安排 神一早就知道药室要经历 也知道透过药室可以拯救他自己的全家 这个神一早就知道 但药室不知 有时我们要问一问 药室什么时候知道呢? 其实当他卖去埃及的时候 甚至他去埃及监狱的时候 他肯定是不知 可能他自己也有很多疑惑 挣扎 什么时候他知道 或者慢慢领略到神的计划呢? 我相信当他做了宰相的时候 他结婚生子 这个是马拉西 忘了吧 忘了我父家一切的痛苦 他和他的儿子起了名 他意思是忘了我过去一切的痛苦 药室不是没有痛苦的 他也不是说明神在他生命中有这么好的计划 他相信但他未必明白 很多时候我们都好像是这样 相信未必是明白 但相信很重要 忘了吧 但当他见到那些大佬来到他扔粮的时候 他发觉 他问一问 原来他最小的弟弟还在 并且 他知道他爸爸还健在的时候 他见到这些大佬来到 因为饥荒要落到埃及的时候 我想他开始有些明白 原来我今时今日有这个地位 成为埃及的宰相 是在神的计划之中 以至能够拯救我父家的全部 所以你发觉 他开始那时候就明白 更加相信神的计划安排最好 以至什么 以至他爸爸以色列 雅各死后 他的哥哥很害怕他会报复 他说不是啊 他说 你们害我 你们的原意是害我 但是神的原意是救你们全部 神的本意是很好的 就是神会用人的一些过犯 来成就他的计划和目的 人的过犯 人的做错很多事情 阻止不了神 要达到他的目的 这是什么 这是主耶稣的教导 主耶稣曾经说 父下天地的主 我要多谢你 因为你的事情是向聪明通达的人隐藏起来 向婴孩就显露 神的美意本事越此 有时人越是聪明 我们越是有时找不到神的计划 因为神永远高过我们的目标 但是你看到信心的为人提醒我们 我们要相信 我们是弱势 也就是弱势 或者是摩西 他40岁 他打死一个埃及人的屠命 40年在抗野 他80岁的时候 他永远不知道 神是可以用他带领以色列出埃及 但这个就是神的计划 神的计划是好的 这个神的计划 他提醒我们 其实是 我们要什么 我们要相信 主耶稣为自己的安排和供应是最好的 尽管 我们有时好像玛利亚玛大 很优秀 我们一直的祈祷 神好像没有听我们的祷告 尽管我们落在痛苦之中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不一定是肉体的痛苦 可能是心灵的痛苦 比如疫情之中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有很大的压力 我们出去要做什么 我们很大压力 我们很怕感染了这些病毒 所以无形中令到我们心灵 有痛苦有压力 但是我们仍然相信 这些疫情 一直在神的控制之中 我们每一天 神都会为我们安排 供应给我们是最好的 透过这些 我们要相信 不仅相信是真实 并且相信神的智慧 神的怜悯 神的怜悯 神的慈爱 祂为我们安排 供应是最好的 这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呢? 如果我们不相信的时候 或者我们有怀疑的时候 我们会什么? 我们会怀疑神爱的动机 这就是魔鬼撒旦 在人心里做一些破坏的工作 我们记不记得 当阿当夏娃在伊甸园里 什么都有的时候 魔鬼撒旦就说 神其实留有一手 神没有最好的东西给你 你们吃了那个果子 你就知道 好像神知道善恶 你们可以自己立标准 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 说什么是对就是对 不用用神的标准 就是什么? 撒旦就是要人怀疑 神的安排和供应 不是最好的 所以提醒我们 这个很重要 就是我们要相信 神的供应是最好的 除了这一点 就是去到第三点 第三点 他告诉我们 我们要相信 耶稣是愿意帮助 信心软弱的人 在旧药的圣经 创世记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阿伯拉罕 你知道阿伯拉罕 他本身在新药 被称为信心之父 阿伯拉罕 但你知道阿伯拉罕 其实是神简宣他 不是因为他有信心 阿伯拉罕在开始的时候 不是那么有信心 当然他是有一定的信心 但是不是真的那么有信心 当他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当他发觉自己是神夫召他出去 到一个地步 他发觉自己是一个弱势的群体 他用现在的这个话来说 他周围的人给他弱势 这个是给他多权力的时候 他发觉有很多那些王的 他信心遇到了一个地步 因为他的太太是很漂亮的 他跟人说 这个不是我太太 这个是我妹 为了保住自己的命 这个叫做信心之父 不是 你发觉他开始的时候 他有什么 他已经是 很多时候会怕 还有当他一百岁的时候 接待天使 天使说明年这个时候 你的太太塞拉要生一个儿子 他跟他太太都不相信 心里发烧 不相信的 其实是 这个信心不是大的 但你发觉神是仍然的 来到愿意的额外赐福给他 所以神是没有轻看一些信心软弱的人 其实是 如果你说你是信心软弱 神会仍然的帮助我们 保罗我软弱 他说 我不软弱有谁软弱 保罗是什么 是很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我身上有一根刺 令到我软弱 令到我软弱 就是不得做很多工作 你发觉他的刺 令到他软弱 你发觉是 那怎么样 我们发觉这个对我们也是很大的提醒 就是我们可以承认自己的软弱 我们可以面对自己的软弱 甚至我们可以夸耀我们的软弱 因为神的能力正是在一些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 如果我们完全 那我们不需要神的帮助 所以我们要相信 耶稣是愿意帮助信心软弱的人 这个是很重要的 有一个见证就是 有本书叫《暗室之后》 有一个蔡苏娟姊妹 她已经过了身很久了 她患了一种病 她几十年来 不可以出去见很强的光 所以她一直要住在一个 窗帘部很厚的 灯光很微弱的地方 很软弱 甚至不可以出街见人 一个人说了 软弱都不可以出街见人 但是她很出名 是因为她常常的为人祈祷 并且很多人去探她 以为她探病 这个《暗室之后》 这本书说的是 当她们每一次见了 蔡苏娟这一姐妹之后 她们出来 她们也有一个见证就是 每一个探她的人都大得帮助 是因为她生命的见证 她对神的信心 她对人的鼓励 和她接触之后 这个《暗室之后》 这个《赛苏娟》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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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自从患了这个病之后 这个《赛苏娟》之后 几十年一直来到居家 即是被迫的居家 光点的地方都去不了 被迫居家 所以她仍然可以见证到耶稣 见证到耶稣那种的恩典 所以是什么呢? 让我们看到 透过这些例证 让我们看到 就是我们要知道 从恩典的角度 来审视自己身上的圆弱 并且首先我们要接纳自己的圆弱 就知道我们的圆弱 或者神容许这种圆弱 发生在我们身上 他不是偶然的 并且我们要知道 这种圆弱不是要自己蒙羞受辱 那是要具体让基督 在我们的圆弱之中 来彰显他的能力 就像这个蔡苏娟姐妹那样 那我们要相信这一点 所以神才可以来帮助我们 所以相信耶稣是愿意帮助 信心圆弱的人 所以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可能和我们认知当中的一些 有些不是很相同 有些认知是什么? 是西足而来的 有些认知是从我们东方文化 甚至是和天主教的神学师掌而来的 就是什么呢? 基督教的相信 特别是在信心软弱的问题上 和天主教是不同的 天主教有一个说法 或者叫做公德神学 什么叫公德神学? 他们认为天主教这种神学 认为神只是帮助那些信心刚强的人 这个叫做公德神学 就是人要靠个人一些善功 一些功德才可以获得神的很多的恩典 这个是基督教的公德神学 但是这种想法 就是神只帮助那些信心刚强的人 基督教是完全的去反对 因为我们相信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天上的父亲 他愿意关心人 他并不因为人的软弱而祝福人 相反 我们天上的父亲 是无条件的 就是向人赐一份非常贵重的礼物 这个贵重的礼物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神的应许 就是神的恩典 所以这就叫做 从恩典的角度去看我们的燃药 神应许帮助信心燃药的人 只要人是信靠神的应许 他就可以得着那种能力 是这样的 还有一些俗世的看法 也都影响我们 天助智助者 神要帮助你 你也要自强 你也要做一些信心增强 不是这样的 其实是 这个就是跟天主教的功德神学类似 不是这样的 神是愿意帮助信心燃药的人 以至我们如果是这样相信 我们才可以信心燃药 我们仍然不至于失望 反而得到基督能力的任备 所以这个很重要 《余英展翅上腾》 这个是以赛亚书所说的 就是什么? 必从身得力 等候耶和华的必从身得力 什么叫余英展翅上腾? 本来是飞不到 本来是跌到地下 本来是什么? 很软弱 这个是英系形容 这个软弱的人 其实是 将会得着力量 这种力量就是 好像英那样 英是鸟类之中飞得最高 可以飞到6000尺 并且可以在6000尺高中 来到澳湖墙 来到什么? 可以停留很久 很多雀鸟都做不到 其他雀鸟是做不到的 表示那种力量 但是等候耶和华的时候 就不是在天上面 在地下面 所以让我们看到 等候神在我们软弱的时候 或者我们在灰心失望的时候 我们仍然有这个应许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从恩典的角度去看 是很重要的 还有,什么是花香满图的道路呢? 我经常以为花香满图就是什么? 是一帆的封信 就是无灾无难 其实不是这样的 其实当我们从恩典的角度去看 这个花香满图这个诚语的时候 或者是一首歌的时候 它指到在人生之中 花香满图不是没有忧虑 反而是我们有忧虑的时候 花香满图是 我们仍然有神的应许 做我们的路标 做我们的指路明灯 做我们的帮忙 这个是我们在生活中 盛盖逆境 并且是将神托弃我们的生命 的使命来到完成 我们可以活出更加精彩 更加荣神益人的那种人生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要相信 耶稣是愿意帮助信心愿弱的人 以至我们才能克服我们 生活中的忧虑 所以今天 再复杂一下 三种必须同时采用的方法 缺一不可 我们不能相信其中两个 不相信一个 第一是什么 我们要相信 依靠耶稣的应许是真实的 第二是 相信耶稣为我们的安排和供应 是最好的 第三是什么 相信耶稣愿意帮助信心 这三种软弱的人 这三种东西是很重要的 第一是提醒我们 人生有限制 提醒我们 我们所信的神是 又真又活的 并且提醒我们 我们是有盼望的 第二是我们相信神的智慧 是因为神有智慧 神很多时候 问题是 他做很多事情 他好像很如绝 十字架是一个如绝的道理 很多人不相信 这个世界哪有免费的晚餐 反而那是最好的安排 十字架是解决人的罪的最好的安排 他将最好的 属灵方面的很多的益处 来供应给我们 以致我们能够面对生活中的逆境 这个是他会公认我们的 除了安排 第三他说到就是 我们虽然信心掩约 我们信心掩约是代表什么呢? 信心掩约就是 当我们所信的 和现实环境不符的时候 我们会有什么? 我们会有压力 我们会有痛苦 我们会有怀疑 我们会有挣扎 这个就是信心掩约的表现 但我们要相信 耶稣愿意帮助 好像我们这些信心掩约的人 这是什么? 这是依靠一个恩典的角度 来看我们信心掩约的 虽然我们掩约 虽然我们在逆境中有忧虑 但是我们仍然的 有这个机会盼望 去等候神 这个是很好的 这个是很好的 所以这个是一些的温宅 进入来 是一些个人的应用问题 给我们一些思考的问题 第一就是 当你在忧虑的环境 你愿意依靠神 对你的特定的供应和计划吗? 这个是 第二就是 你找到哪几种实践的方法 去处理生活中的忧虑呢? 第三就是 在你生命中 你或者认识的人 有没有曾经依靠耶稣 而胜过忧虑的见证吗? 这些是 给我们在疫情当中 在居家当中 我们可以思考的一些问题 或者是 我们可以借着这个思考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自己 有哪方面的 这个是 不足 或者有哪方面的 需要的时候 我们可以放胆地 来到爱我们的天父去求 这个是 天父会借着 他的爱子 来给我们很多的恩典 已经给了我们 可能我们都 仍然的不知道 我们 忘记去知取 这个是 对我们很大的提醒 好 我们 今天 我们就 先讲到这里 那我们 有下一课 我们继续在这方面的探讨 我们一起低头做的祷告 主耶稣 多谢你 多谢你的心恩 你让我们 透过今天 我们 提醒我们 给我们 透过圣经很多 这个是 你帮助的 这个圣徒 提醒我们 你的应许是真实的 你提醒我们 你的安排和供应是最好的 更加的你提醒我们 你是愿意帮助 赐恩典给很多信心软弱的 信心软弱 像我们这些人 帮助我们每一个 帮助我们每一个 帮助我们每一个居家的弟兄姊妹 有时候 有时候我们在疫情当中 我们有忧虑 我们有痛苦 有时候有很多的挣扎 怀疑 我们信心 然而 但是主要我们多谢你 因为你是愿意 帮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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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我们再见 愿神 赐福大家 祝大家平安